她花了八年整成范冰冰,嫁给富豪生下一个儿子后,儿子竟然长这样。 她花了八年整成范冰冰,嫁给富豪生下一个儿子后,儿子竟然长这样。 范冰冰是当下娱乐界,粉丝心目中的超级偶像,她平级范也至尊的地位,在世界娱乐界都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争相模仿的对象。 在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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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90后女孩来自广东深圳,从15岁开始,就以范冰冰为母版开始整容,把脸整成了范冰冰,土豪男友魏博美人一笑,不惜花重金开设整形医院。 突然出现范冰冰同款脸蛋,令不少网友感到震惊,随后有网友扒出了她的旧照,满屏近视三观。 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分享和成熙正容前的照片以及个人资料等相关讯息。 和成熙范冰冰相似度90% 近日,微博和朋友圈都刮起了一股范冰冰风,本以为是范冰斯人美照被媒体踢爆,没想到竟然不是其本人。 据悉,这位与范冰冰真假难辨的妹子名叫何成熙,因为和范冰冰相似度高达90%而窜红网络。 从照片上来看,何成熙不管是外在气质还是形象都与范冰冰不相上下,甚至比范冰冰的御用替身还要出神入化,不少网友因为出现范冰冰的同款脸蛋吓了一跳。 随后,何成熙因为和范冰冰也惊人的相似度而被质疑整容。 在她的微博中,仿佛自己也活成了范冰冰一样,无论是角度还是妆容都与范冰冰如出一辙。 何成熙整容前后对比照。何成熙成翻版范冰冰后,开始遭到人肉。 由网友扒出了何成熙整容前的旧照,让人不得不感叹整容的高科技,技术可谓是登峰造极,照片里的何成熙哪里还看得出范冰冰的影子。 B路人还路人,与范冰冰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何成熙就叫遭齐笔被报整容后,却遭到了她本人的否认。 1月28日,何成熙发微博,特此声明。 这个女孩是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助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真正的整容前后对比照在这里。 现在网络到处流传这个女孩是我整容前,尤其是没有拍照非法经营的整容微商,属于侵犯他人肖像权。 我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我的个人权益。 何成熙的此番说法,遭到集体网友吐槽,你不发自己整容前的照片,反而把你身边人的照片爆出来还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是不是傻啊?能把自己整容前的照片拿出来之后再说人家倒用你的照片好吗?你也侵犯了犯爷的肖像,你造吗?不要模仿,这些都是你自己招来的,洗洗脸,照照镜子,其实完全不像。 016年1月23岁的何成熙与男友于小泉结婚,并晒出了两人幸福的婚纱照。 对于整容,何成熙从不否认,同时也不得不赞叹现在的整容水平。 不过他已经弹出大众视线很久了,原来是结婚了。 小编感叹一句,他老公整得没有他好啊,看起来好不自然。 现在何成熙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可是每天上传的照片还是大农妆,难道不怕对宝宝有伤害吗? 怀孕期间还是不要总化妆了,多为宝宝助想啊。 从微博上二人分享的日常来看,生活的还是很幸福的。 从晒出的照片来看,不少网友以为抱的是范冰冰啊。 虽然是在孕期,但是极度爱美的何成熙是绝对受不了不化妆的,所以她每次出兴依旧是浓妆艳抹,看来什么也阻挡不了一个女人爱美的心。 这样看何成熙的肚子已经相当大了,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要生产了。 虽然何成熙怀孕已经数月,但是除了肚子长肉之外身材却没有变化。 果真是指长肚子不长肉啊,就连腰也没有粗多少。 就在这种关注的眼光中,小宝贝于1月14日顺利出生。 何成熙上月为富商老公产下一字。 何成熙上月中旬为富商老公产下一字。 日前她大访在微博晒出宝宝正脸罩,瞬间涌入大批网军墙看。 儿子育成有助萌萌大眼鸡肉嘟嘟脸颊,模样十分可爱,获赞太萌了。 这么小眼睛就这么大了。 宝宝结合的爸爸妈妈的优点呢。 但也有人留言嘲讽希望不要在买儿子脸上动刀了。 好想知道以后宝宝会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引起正反两极讨论。 老公于小泉晒照和儿子照向大家报喜,网友看照恭喜。 翻版范冰冰和成熙剖腹产生六斤儿子,老公于小泉晒照报喜母子平安。 一切健康,我儿子的头发乌黑浓密辛苦妈妈了,和成熙。 网友看照说,想象一下你们的宝宝长什么样子。 翻版范冰冰和成熙剖腹产生六斤儿子,老公于小泉晒照报喜母子平安。 照中和成熙剖腹产生六斤儿子的孩子头发很好,皮肤也很白,恭喜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从照片中可以看得出,虽然宝宝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头发却很溺于黑,大大的眼睛上有著明显的双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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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